玩 欸欸欸 欸對 對對對 欸欸嘿 對這個是隨機事件喔 剛才這個頭就直接斷了 總之啊就是把小精靈當求評 可是他會有很多有趣搞怪 甚至獵奇的事情發生啊 那當然就是要瞄準囉 這樣子有嗎 欸拳倒欸 哇考吃前自己自己下完都沒有拳倒過啊 所以這其實也是一款ㄎㄧㄤ遊戲啊 然後他們會講一些台詞嘲諷你啊 貝比人吃住是嗎 左邊這個迷路他出來了 他並不只是個路人喔 我們可以 啊沒有沒有打到他 洗溝了 就是你丟到最左邊可以砸到他 的樣子喔 啊還是沒有 哈哈哈哈 Gotherbo一直洗溝啊 喔喔欸欸開始有青蛙在過了 這個青蛙其實是 丟你 還沒丟到 我一直想要丟飛球瓶的東西 這個青蛙是致敬他們工作 是一款前面成功的作品 叫青蛙過河 Frogpod 啊要有點驅 不然你旁邊兩個不會砸到 啊現在這兩個要怎麼弄呢 我覺得我好像也砸不到了 我乾脆砸路好了 這個迷路一直看戲喔 有免費的球賽OK 欸有有有有 哈哈哈哈 你個動物了啦 聖誕老人不能上班了喔 禮物沒辦法送了 迷路重傷啊 欸又有兔子喔 可以打嗎 欸欸沒有找到嗎 他剛剛是剛好跳走嗎 哈哈 但這個遊戲也是大有來頭啊 大家不要看他是一個小份game喔 在玩這個遊戲的過程中會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新摔石 喔 Strike 有稍微偏一點旁邊 有點炫球的話才會Strike全倒啊 這個應該很多人小時候可能電腦都莫名其妙會有 所以為什麼當初會這麼紅呢 這個遊戲是在1998年啊 剛才我們大家看到了 Endstorm下面的Envision Design工作室 遊戲部門開發的喔 也是因為之前青蛙過河成功才開始做遊戲啦 這個遊戲是他們接近聖誕節的時候 花了兩個星期做的 本來是放在Email那個年代嘛 電子郵件 當成免費的小遊戲做宣傳行銷用的 結果呢 因為他搞怪又容易下載 所以就傳播出去了 欸我又砸路了 但是這路已經沒得砸了喔 就因為種種的特性然後在全世界很快迅速傳播開來啊 截至2000年的聖誕節 全世界已經有超過7000萬人玩過了 大家想想看那個年代電腦還沒很普及喔 小小兵啊 欸還拍屁股嘲諷喔 對 就是這麼魔性的一個小遊戲啦 大家以前玩這個遊戲就會邊笑嘛 覺得很有趣有沒有 跟朋友一起玩 放屁 然後還笑 對他們有一些無聊的對話 所以這也算最早的網紅遊戲啊 靠Email傳來傳去喔 而且即便這個遊戲是免費的 也為當初的公司帶來非常多的收益啊 由此可見當初這款遊戲流傳多廣 就很多電腦裡面都會有 然後最後這個 反正我的分數一定不怎麼樣嘛 因為我刻意要打那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聖誕快樂 大家聖誕快樂 結果最後分數只有96 100分都沒有啊 我這次想要打青蛙跟兔子 是海歐嗎 就被鳥給叼走了 點他 點他 這什麼 工作人員表 我一定要打到兔子各位 反正都看到了嘛 就把這個遊戲玩得詳細一點 欸欸 我沒砸到嗎 欸 欸對 對對對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還出現 他有時候會閃一下躲你的球 欸 為什麼沒砸到 那個兔子可以砸嗎 這到底什麼閃球 喔喔喔喔 各位兔子不是用來砸的 我應該有耐心一點等他一些對話什麼的 不砸的話會怎麼樣 放你深度 不要 就這麼欠砸嗎 哈特利看到要PASS了 又砸又全倒 兩拳其美啊 所以他有加入蠻多小巧思的 而且這個遊戲是不受Windows的版本設定的 應該在以後的 什麼Windows20可能都可以玩啊 但相容性做得很好 不像一些老遊戲可能還要用XP去玩 我之後可能還要裝模擬了 你知道嗎 有一些老遊戲現在不能玩的 像打磚塊130 你們知道我在講哪一個嗎 我之前有下載下一集 我發現都不能玩 欸欸欸 誰是我老爸 打屁股啊 即便現在看這個遊戲還是很有趣 哎呀沒有全倒 不要理他 這...這什麼 這一攤好像是屎啦 對 我再確認一次能不能丟到兔子好不好 他們這個小精靈還會抽煙啊 欸對一定丟不到 各位我這瞄得很準了吧 好 完蛋了好像偏太幼了 完蛋了 耶 900分 用胸罩射出去 射中那個把也可以 但是我就射大力一點吧看看 I'm in the world 過頭了 talk about shrinkag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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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